欢迎您继续回到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数位影音创意教学现在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而学生也充分地将生活中的事物学以致用 透过创意发想呈现在作品当中 但您看到的是参加这一次经济部加工处举办的放肆大涨呢 学生们超水准的优秀作品 吃尽肚子的汉堡和发胖的身材成正比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19岁的高职生 共同创作的2D动画 希望传达健康饮食的观念 因为从小就爱吃素食然后肥胖 就是小小年纪就过胖 然后也有心血管疾病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去这个警惕的例子 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以这个故事 去做一个我们的动画的发想 然后也不只是跟他弟弟做个警惕 也想对未来那些小吃素食的小朋友们 去说这件事情 现代人智慧手机不离声 透过行动装置利用脚踏车 就能够打造一台居家的健身车 不用出远门就能达到旅游强生的目的 作品的特色主要就是让使用者 可以让家中的自行车 不要再闲置在那边 可以使用我们的系统 增加自行车一个另外一个附加价值 另外也可以增进国人 在家中的一个运动率 因为可能现在上班族非常忙碌 下班之后可能就没有时间出去外出运动 或者是没办法与好友一起运动 那我们系统就有兼具社群运动 以及娱乐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就可以在家中就与使用者 就是跟好友进行一个 齐承的一个动作 一年一度的放式大赏提供 国内优秀数位影音资讯人才 交流的机会 让参加比赛的队伍 在良性竞争下发挥更坚强的实力 也让人领略到国内数位教育进步发展的新境界 港都新闻吴秉原张浩欣采访报道